持续带您来关注到最近的政治焦点 看到新竹不外乎就是新竹市长高鸿安了 除了前卷子的豪宅豪车争议 现在又被爆出这个都更案 好像有点毛腻哦 我们就整理出了一张图表 接下来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了 首先我们来看到水源自办农村社区的土地重化案 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被大家指引呢 就是因为这个重化案的委托公司 也就是豪城不动产的负责人周助林 同时也是当代建筑的负责人 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没有想到被大家说 你这个当代建筑跟多次获得政府标案的 里奥整合行销 你们都在同一栋大楼 这件事情真的是巧合吗 巧合的背后是不是就是重化案的百亿利益呢 好那市府其实也有回应了 他们就回应说水源自办农村社区 这个土地重化案呢 并不是高鸿安热内里面启动的 市府为了新竹未来的发展争取行政院 纳入了国家重大建设 所有的流程都合法合规都经得起考验 好那这件事情看似好像撇清了 但还有一桩这个寡妇楼都更案 最近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我们带你来看到都更案的开发公司 李明开发是昌义集团的子公司 而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阵子超很松的 高鸿安豪宅事件 他跟男友不是租了好几千万的豪宅吗 那这一栋豪宅其实就是昌义盖的 而屋主本人呢 则跟都更案的主要实施者的公司相关 那这样恐怕就会涉及到跟建商的对价关系 那市府也回应说 其实这个寡妇楼都更案在104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审议了 去年通过绿资源审议作业 绝对是没有林志坚任内冻结 高鸿安上任重启的这个情形 而且目前寡妇楼都更案的文资省议还有环品 全部都是还没有通过的状态 最后我们来看到了就是这个生意合见都更案了 因为这个案子其实跟昌义集团有相关 那高鸿安在任内就火速通过了 这是不是有一点不对劲呢 那高鸿安昨天晚上也火速发声明 回应说这个都更案其实去年6月就启动了 今年7月才通过 总共是历时了一年两个月 没有所谓的速审速决的情况发生 好那我们看完这些这三起案件 新竹市府好像都有合理的解释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在昨天的澄清记者会 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那就是这个新竹市政府的秘书长张志强了 他昨天在捍卫高鸿安的同时 竟然说出了这一段话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了 他就说高鸿安上任到现在 我说实在他根本对这些业务不熟悉 根本完全没有能力 也完全没有把手伸入这个案件 那这个经典语录一出 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那这样是不是代表说 连新竹的小内阁部署都一致公认 高鸿安是没有能力 还想要搞一些独更的小把戏呢 所以民进党的新竹市议会党团总召 陈建民也说话了 他就说其实到现在为止 你只要看到高鸿安被推出 他说只看到被高鸿安推出来 挡子弹的这个秘书长 企图要捍卫和建商林志黎的高鸿安的清班 他就喊话说你不要拿盖章的公务同仁 再当做挡箭牌了 还有他还说了笨蛋 关键就在于说高鸿安你现在是住建商提供的豪宅耶 而且现在其实高鸿安还是在被官司缠身的状态 日前抄挺他的总统参选人郭台铭呢 这次也说话了 他就说其实人在坐天在看 现在这整件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阶段 他个人已经不需要表态了 那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跟观众朋友做分享了 其实带您来关注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进口蛋议题了 就在昨天也就是9月20号 整起鸡茶进口蛋的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们接下来带您一起来看了 昨天在台中就发现了 有两家蛋液工厂 分别是金宝公司跟新德茂公司 就被发现是产地标示不实 我们在仔细做追踪之后 发现他们在今年6月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曾经受到了中央的委托 用进口蛋 包含像是来自土耳其跟巴西的蛋 拿来制造蛋液 但是问题来了 明明是巴西跟土耳其进口 却标明了国产 一直到了今年的7月26号 才导证了标示进口国 所以昨天这样一查下来就发现 你们这样子一整个月已经违反了食安法 而且有触犯刑则了 那当然这两家业者也冲面喊冤说 他们明明一切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 说要标示为台湾 而且当时农业部还提供了标示样张的标签 提供给他们做参考 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做 反而被起诉假冒产地了呢 而且现在整件事情已经被台中市府 是移送检掉侦办了 好事情演变成这样 也就在昨天晚上 农业部就给出解释了 这两家公司的确是有接受到中央续产会的委托 代工生产冷冻杀菌液弹 但是根据食安法跟卫福部在2019年发布的 液弹卫生标准跟标示归项等相关法规来看呢 应该是要标示原产地跟有效日期的 好但是重点来了 这个原产地要怎么认定呢 农业部也说了 可以依照原材料加工后所产生的物品来认定 过往在进口鸡蛋变成冷冻液弹的时候呢 他们都认为说这是属于食指转型 那这种失误呢 可能就是认知问题不同而导致的 好那这个食指转型到底要怎么定义 食药署也给出解答了 他们就说啊 只要没有改变食品的本质就非认署食指转型 原产地的标示应该要依照原料来源国来标示之 好那这好像有点难懂 我们就透过一张简单的图卡来带你了解了 什么叫做食指转型 就是如果我们以进口壳蛋当作原料 那义蛋产品就要标示进口来源国 好那如果说今天我是把这个蛋进口到了台湾 我们做成了蛋粉啊 或者是我们做成了包装茶叶蛋 那这样其实就算是食指转型了 我的来源就可以标示来自台湾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图卡上 茶叶蛋怎么能算是转型呢 这样我们平常看到标示台湾 是不是其实也有不少的茶叶蛋是来自巴西呢 所以这也有引发网友的批评了 有人就说茶叶蛋其实算是深度加工吗 就算产地标示台湾也不能够放心吧 好那食肖署其实针对大家的疑虑也是再度回应了 说之后像是白煮蛋 茶叶蛋跟卤蛋 到底要不要标示原料 原产地 卫福部将会持续的来进行演绎了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跟观众朋友做分享了 带您来关注到昨天在新北瑞芳发生的虎头峰伤人事件 我相信观众朋友多多少少都有关注到 真的是非常的下人 我们今天就透过图卡直接带您来了解整件事情的始末了 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昨天9月20号的早上 新北市瑞芳的山区坑子内山走向万寿山区的途中 一群由20人组成的登山团体在登山途中是遭到了蜂群攻击了 而且这个数量之多是至少多达了100多只 那这20个人的团体中呢就有11个人是被蜂群给遮到了 那这11个人呢其实总共是有7个男生4个女生 平均年龄大概是落在了60岁左右 所以在11点38分的时候就有民众报案了 在中午12点13分的时候 消防人员是到达了这个登山口准备要前往救援 那也在下午1点32分的时候就救出了4名男性 那这4名男性其实情况是稍微是比较严重的 那其中还有一名男子是被蜜蜂遮到之后 跌落到了大概5公尺深的山谷 好那虽然说了4个人伤得比较重 但这个时候他们的意识其实都还是相当清醒的 除了跌落山谷的男子 其他人都还可以自己行走 好那在这个同时也在下午2点10分的时候 另外一组消防员也引导了当时伤得没那么重的7名民众 返回了登山口 那这7名民众意识同样是非常清醒的 好但是啊就在下山的途中 我们刚刚说的伤得比较重的4名男子 其中2名意识其实都已经先后改变了 随后就失去了生命真相 这个时候消防员就马上帮他们注射了肾上腺素还有输液 加速搬运下山之后呢也马上送院治疗 没想到他们在到院前也失去了呼吸心跳 而且四肢肌肉都已经僵硬了 最后其中一名患者还是在下午5点20 5点58分的时候是宣告不治 那另外一名也是在晚上6点多急就无效了 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汗事 到底是谁惹的祸呢 其实调查出来就是这一只黄角虎头峰 专家就分析了 其实这种黄角虎头峰毒性是相当的猛烈的 就有一句俗里说了 三只可以钉死一头牛 那除了毒性强 它的攻击性也是非常高 而且在白天啊就会整群的出来觅食 才会发生我们刚刚说的上百只出来遮人的事件 而且就在昨天这个瑞芳的现场 因为山林茂密还有很多树种 豆宝处长也分析了 这些可能是蜂群喜爱的树种 再加上又有水源的吸引 当时蜂群可能正在树上觅食 受到了惊扰才会四肠的攻击游客 造成了重大伤亡 好那如果说大家之后去爬山 有没有什么预防措施 可以预防被蜂群攻击呢 其实专家也提供了四大保命守则 首先我们直接带你来看 因为虎头蜂成群攻击的时候呢 目标通常会选择黑色 而且是具有绒毛正在移动的动物 所以我们人类遇到蜂群的时候 受伤最严重的部位 一般都是头发覆盖 没有遮掩的头部 所以大家去登山的时候 应该要选择浅色的长袖衣物 而且重点来了 如果你要去爬山 千万不要擦香水了 因为这些蜂群特别喜欢果实之意 还有味道比较浓郁的树枝 那免得被虎头蜂被气味吸散过来 跑来觅食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擦到香水了 还有如果你在步道上 发现有一两只虎头蜂 就应该要立刻掉头回避了 因为我们刚刚也跟观众朋友分享 其实虎头蜂是群居动物 如果您看到一两只 代表附近可能要好几十只 甚至是上百只 你这时候就要赶快跑了 而且爬山也要避免前往人少的地方 像是没有步道的邻居 或是小径 都千万不要去了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分享给您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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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先诧 ショップ 订阅 buying sales 倒订阅 订阅 可 Low